這部分我們講幾個可能它比較重大的改變 也許老師您的新冠或者納豆腐再用的時候 您會發現這樣可能會更加好用 首先第一個就是它的檔案總管支變了 對不對 變得很不一樣 那很多東西都不見 所以如果說您要稍微 再回以前的感覺 再回那一年你學Windows SP的感覺有沒有 您可以把那個關門表都叫出來 也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來我們來看一下 您最主要它就擺到組合管理這邊 組合管理這邊 您可以看到有那個叫資料角跟搜尋選項 點開 綠色的話呢 這裡選字資料角 自動展開我們把這兩個勾起來 您覺得有沒有跟以前的檔案比較像一點 因為左邊就是檔案 就是那個資料角的順目這樣嘛 對不對 右邊就是那些內容 所以剛開始你會覺得說 好像要打不太容易就是這個不見了 第二個呢 如果您希望上面那個關門表能夠出來 我們選不是都有這個嗎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把它選字出來 就是在這裡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會覺得比較像一點點 比較像一點點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特大圖示是真的不錯 尤其是照片比較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功能是真的蠻不錯 因為以前我們在這裡 以前就是大圖、中圖 不然就是清單有沒有 現在呢有這種超大的 這個要看嗎 哈哈哈 這個時候看照片很好用 很好用 為什麼? 因為很好 很容易去找到裡面的東西 像我這邊像是沒什麼照片 我看一下 嗯 這邊照片應該比較少一點點 好 這裡有 像這樣對不對 裡面超大的 它就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而且它放大不是說那種小圖去撐大 它是真的大圖 所以影片也可以像這樣看 那這個是我覺得 新版本它在這個部分 就比我們以前這樣看 看得更清晰 所以如果說你有時候打照片的時候 那透過這個方式 像我現在就把它先恢復 恢復成原來的 這個就不要打開 你看如果我們像這個時候 像這樣你可以預覽 不過大部分不會像這樣子 就是你這邊如果不出現的話 那這邊就可以看得更完整 這個是 新版本它主要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在這裡 另外一個就是檔案找的方法 什麼叫檔案找的方法 因為 Windows Sabin它是用全文檢註 我不知道 其實以前在找那個資料的時候 您都怎麼找 它不是有一個搜尋嗎 但是您的搜尋經驗好嗎 我們漫沒關係 漫漫沒關係 漫漫沒關係 但是 找到比較重要 很難說 我用那個搜尋是打不到我要的 那但是呢 現在用那個搜尋之後 它有很大的改進 它的搜尋變得比較有沒有 Smart的一點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找 也可以從哪裡 也可以從這邊 你這裡 有沒有一個搜尋 對不對 那當然其實我平常教育老師 也可以記一個快速鍵 請問我們在鍵盤上面 有沒有一個微軟的符號 大邊會有兩個 有沒有微軟的那個國旗 logo 大邊會有兩個對不對 大面那個是不是開始 那就叫F 因為F叫Find 有沒有打開搜尋的這個視窗 對不對 您在下面直接打 就可以找到 比如說我今天要打這個 你看我一打的時候 它 裡面是一種資源全文檢索 所以您看一下 資料夾有沒有符合 你看 資料夾有沒有符合的 這裡是不是列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呢 這裡面都是資料夾的 我打一個全文的 我看一下延期好了 我看一下延期好了 好 您看一下 這裡 原則上是以Office的內容 你看這裡 有沒有是在檔案裡面的內容 是不是都會找到 是不是都會找到 而且各位的朋友覺得 好像還蠻快的 對 這就是運動資本很重要的改變 因為它資源全文檢索的 所以你在找上去的時候 要是這個內容 你特地這樣找 就更容易找到 更容易找到 所以 如果您在運動資本還沒用到這個功能 請記得 以後搜尋的時候 真的好好利用一下 它真的可以找得比較快 這個是 它當然是有優點 也不是全部都沒有 那 至於說一些快速鍵 我想這個部分 這裡有一個連結 有興趣的還是再去看一下 因為 有些快速鍵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真的去看一看的 平常可能大家比較少去看到的 這個你可以稍微找看看 好不好 這個快速鍵 我想我就先不介紹 那剩下的這些呢 這些 我要問一下老師就是 對 還有一個 這個媒體櫃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幫助大家一點點時間 這個媒體櫃 也是運動資本很重要的改變 為什麼要有媒體櫃 您看一下這裡 以前老師有沒有用過我的罪案 是不是都愛在這裡對不對 但是 我的文件夾沒有用過 有 但是你的資料會上到我的文件夾嗎 那不會對不對 因為那一點都不聰明 每次都要上到固定的地方 可是我們人就是喜歡 那裡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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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那麼 那麼單純就是已經上到那個資料夾 所以 運動資本 你應該會上用下面這個東西叫媒體櫃 因為他們把以前我的文件做了改變 以前我的文件是固定同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媒體櫃比較類似我們捷徑的概念 所以你今天資料上哪裡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一下 像我這邊 預設的話 它會有 1234 我自己增加一個文件資料夾 所以你如果需要增加的 你點到這邊 新增媒體櫃 又可以增加新的 有沒有 這個不好像一個資料夾 你可以點進去 那麼你看一下我在這個文件夾面 我這個還好幾個 對不對 我這個還好幾個 我這個把它先變小圖細好了 有沒有 所以我的這個資料上的地方是不同的 都在第一台裡面不同的資料夾 有沒有 我的資料夾事實上是長這樣 有沒有 有放到綠色軟體 有放到軟體 有放到這個 網站資料夾 有放到文件資料 對不對 上了不同的地方 身體不同的檔案 也沒有關係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 怎麼樣 來這邊 比如你新增 像我這邊 我就再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 我就可以 等一下 你可以一次增加完 也可以從這邊 這裡 這邊 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 新增 資料夾進來 好 那你也可以從媒體櫃這邊 比如說我現在就想要 新增 這裡 我比如說找到 這個出差的 我常常在用按右鍵 把它加入媒體櫃裡面 有沒有 就像決定一樣 那 認證有什麼好處 因為有些 所以我們資料夾會比較深 所以我如果用這個方式 我可以很快就直接看待我要的東西 我會直接點過去 所以這邊是不是找到我那邊的資料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看我們的OFIS 或者我們一般的文件 當我在存檔的時候 你看有論存 我們常常不是在這邊找來找去的嗎 所以如果你習慣不好 你放在我的文件夾 你在這邊是 沒有放在我的文件夾 是在這邊找來找去的 可是今天有媒體稅 那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我才這邊一找 所以我就發現 我就要放在這個燃體裡面的某一個地方 這樣是不是直接過去了 是變得比較快一點 所以有媒體櫃跟沒有媒體櫃的差別 就在於這邊 因為所有軟體 所有的視窗裡面 都可以找到這個叫做媒體櫃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去存取你的資料 腳在哪裡 因為它把它變成一個決定的概念 不叫固定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 您照用Windows 7的檔案整碗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要用的功能 你如果不問它 你會發現 以前的功能 因為你以前印象就覺得 我的文具檔不好用 所以你看這個方式改變 應該會覺得Windows 7 稍微好一點點 好